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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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比赛开始了 这是WF63公 剑级国家级尖腰带 争夺八人战 8-4A组的第二场比赛 第二场比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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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志伟战胜了张军 是 所以 我们接 上一场比赛 我没有说完呢 我觉得就是 你觉得你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新人 其实 还有人比你更新 总有这些 很有实力的年轻选手 在追着你往前 让你成熟 让你变得更强大 你才能立于不外之际 后浪不断地涌过来 后浪不断地推着你往前进 所以作为精英来说还是要 这个 不断地去加强自己 精英还沉浸在刚刚第一场 刚才那场比赛确实太精彩了 八金四的比赛 精英和顺利 好 接着我们看这一场八金四的第二场比赛 两个人的这个技术特点非常相似 然后身高臂展也都相差无几 因为王志伟我们都知道是散打转自由搏击的 而张军这边也是 他来自福建星火搏击俱乐部 我们知道这个俱乐部也是 其实跟星火创新是有着相同点的 就是这个散打的风格比较浓郁一些 至少是散打系的选手 散打系的教练 在带他们 所以他们的风格是非常相似的 其实我看王志伟的比赛 虽然说在超级星人王的阵路当中 他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但我每次看他比赛 我就觉得着急 你看他在2015年 就拿到了武林峰63公斤级的星人王 是 其实已经是个老人了 对 在2018年又拿到了 WRF纪念香港徽宾20周年的尖腰带 但你现在看他的比赛 你会觉得他对胜利的渴望心不足 是 刚才我也想说这个呢 对 就是稍微有一点 就是我们专业术语讲有点油了 就你什么能刺激到他呢 对 就可能刺激不到他 刺激不到他了 就是他就这样的一个表现 可能也并不是特别的突出 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弱 他就一直在这个中上游这个水平 在这个地方 是啊 所以可能他自己如果有一天感觉到有压力了 然后他可能自己就会突破那层窗户 对 就还得自己去醒悟 是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的二半战 然后作为张军来说还是要去力拼对方 因为对方的经验还是要比你更多一些 张军还是 找到现在来看张军稍微有一些会动 好 还有十秒 好 还有十秒 好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两位老对手了 对 第一回合我觉得略显沉闷了 嗯 风格很相似 但是找不出来一点亮点 是 太沉闷了 就相比较我们A组的第一场比赛 那样的火花四射 是 我很紧张 缺少一点 对 这场比赛确实很紧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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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我们这场比赛确实很紧张 对 这场比赛确实很紧张 对 oupé 都很紧张 对 两位小赛确实很紧张 让我们还要紧张 当然虽然有这场比赛确实很紧张 就总有这样可能就很紧张 还有 总会跟一场比赛确实很紧张 做一 三面键实很紧张 反应该是2片 也不是凌亚 已经很紧张 和一个地方 这场比赛确实很紧张 二位 前処争 翻 争夺八人战八剑四一组的第二场比赛 我们采取的是单败淘汰 获胜者进入到半决赛当中 还是要兴奋起来 两个人其实都没有达到那个兴奋的点 感觉到有点沉闷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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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军来说想要复仇 想要能够进入到下一轮 还是要积极主动一些 更加兴奋一些 对这个胜利 好的 他又被后置权命中了 就明显的有位移 是 你要知道王志伟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打法 然后如果你再不积极主动的话 可能现场会显得更加的有一些沉闷 直接后置权又塞进去 被打穿了 主动做 主动做 活一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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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节奏呢 是 王志伟比较喜欢的一个节奏 好 发造拳王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他在 比赛的过程当中 时不时的可能会出现一些跳膝 转身后摆或转身后边拳这样的 这样的冷招 对 对 不换拳 头头头 头头 头要动啊 推 推 多做 大胆肚腿 大胆肚腿 打得扶 对 打得扶 其实两个人他的这种技术 都是属于技术流的 对 技术的风格比较多一些 拼打的这种风格可能比少一些 所以对于两个人来说 未来这是他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嘛 我觉得打技术OK 我有技术可以跟你打 但是你要跟我拼的话 我也可以跟你拼起来 是 转身后边拳 但是对方防守做的比较的严谨啊 没打进去 放后点 放后点 黄压你注意你那头啊 太嚣张了 对 黄压你现在打得稍微放松了啊 对 我们看到那些小拳头 小拳头开始抡了 对 对 二四和上下 这地扫 股子带起来 坐 股子带起来 坐 王军有点紧啊 好的 再会稍微一点点时间 好 再会稍微一点点时间 来来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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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 我觉得作为更年轻的 张军来说 应该更加极其主动一些 你对正这个经验 但比自己老大的王志伟 你跟对方去打技术 我觉得还是这种 还是欠缺一些 但这也是张军一贯的风格 我们看今年他的几场比赛 一直走的都是这种风格 我觉得你要想 包括他跟顺利的比赛 顺利这样的一种自信 好 这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是 这张军给我的感觉就是 还没有彻底的往里打进去的时候 他就想着往外退 尤其是打腿上动作的时候 还没有彻底打进去的时候 他就在想着我要赶快撤走 我要赶快走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不对的 尤其对王志伟这样的 要打进去连续的进攻 然后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这样 但他可能这就是 就是他的风格 怕被打住嘛 我打完赶快撤出来 嗯 其实对于这种像王志伟这样的 他其实有反击能力的 你打完你想跑的话 跑不掉的去 你看想跑根本跑不掉 因为就挨了这个后地扫 所以你就打完进去 再接着进去的话 让对方没有距离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 对 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对啊不是打完就走 打完就走的话 对方很快就进来看 打完想跑对方 王志伟马上就要跟那个后地扫 看来是不行了 看来是不行了 还能站出来吗 7 8 好像是不行了 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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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们一会儿还可以再看一下 那个回放 是后白腿 这个是叫转身后白腿 转身后白腿 转身后白腿 好来我们恭喜王志伟 送力进入下一轮 也就是半决赛了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三局 1分31秒 蓝方 TKO对手 比赛结果蓝方上 和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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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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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